凌晨2点多黑色上一男子 原本两手空空的 但再次进了画面中时 他手上却多了两瓶洋酒 全是从别人家偷来的 在上面没有拉下来 里面那个是玻璃窗门 窗门他有吹进来 但是没锁 就这么刚好让他看到这一间 对对对 床屋内偷了一瓶高粱 一瓶威士忌 但这还满足不了他 竟然又闯入民宅 偷了一组茶叶礼盒 就连他出门代步的脚踏车 也是偷来的 警方找双门时他还想装煞 没有 都没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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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消灭 消灭警说没有没有 因为他身上真的没有脏物 他藏的是毒品 人仅在他口袋收出出射针头 还有一包一级毒品海洛因 高雄凤山这名王姓嫌犯18岁 在3月6号凌晨2点多 在五营路偷了两瓶酒 还有茶叶礼盒之外 警方还发现 他7号时也有民众的陷阱被偷了 甚至查出二八廉假当天 他还偷走了住户的脚踏车 但出没了地点都是 透天错跟公寓的老旧社区 而且专挑大义 没有锁门窗的主家下手 附近住户很无奈碰到小偷 三番两次闯屋偷窃 这回连六偷被带 只是何时他被放出来 不知道 民众还是只能把门窗锁好自爆 请支持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